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明镜电视的网一网视新频道 不是新频道,老频道 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这个节目就会从明镜电视独立出来 那么就是会搬到新的这个网一网视频道 所以我们应该来,不能说是最后一次做吧 因为以后也可能还会回来 但是未来,从下个星期一开始 如果你要收看网一网视的频道 那么请到我们的新频道来看 如果你不熟悉我们频道,新频道的话 请马上订阅 那么这个频道的网址 请我们的编导把这个网址放上去 那请大家从下个星期开始就到网一网视来看我和陈小平先生的这个节目 那么今天的节目之所以退迟啊 主要是我的原因 因为我需要跟陈小平博士煮一杯咖啡 安护陈小平博士煮一杯咖啡 现在比较的上下波动的这种心灵 我也不能说是受伤的心灵 还是亢奋的心灵 我都不能说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 这一次的这个结果 最终会是怎么样 不过呢我们今天会呢 就这个话题进行这个讨论 其实我不仅是安抚他 我同时呢也是终合陈小平博士啊 现在慢慢按照网友的要求 观众的要求 在一步一步的走向独立 脱离啊 这个和平的魔掌 脱离啊 这个大外宣的控制 开始一步步走向这个独立自己的道路 大师小平的频道 请我们的编导呢 这个也能够把网址打开 为什么要终合呢 其实大师小平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个 高速增长的趋势 你像我的这个粉丝啊 这个流量啊 只是往下走 本来已经有四万四千 今天一看只有四万二千了 可能再过几天看 已经掉到三万多了 而与此同时呢 陈小平博士的这个订付 从零开始 现在已经是一万一千 可能明天早上一看 就变成了一万八千 所以呢 就是一个是走向衰落 一个是走向兴旺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 当然要支持兴旺的人 陈小平博士呢 从周末开始 已经建立了大师小平的会员机制 这种会员机制 可以有效的来保障 你们和陈小平之间的 一个更加密切的 更加亲密的 这么一个交流的关系 所以请我们的编导啊 能够把陈小平博士的大师小平 频道的这个会员怎么加预啊 那么呢这个请放上这个网址 那么今天我的这个开档杯 已经讲得差不多了 现在请陈小平博士登堂 哎呀我不知道你说了一通说啥呢 我也不想去更正了啊 这个 跟正什么 哪个地方 我哪个地方错了 这个 从头到尾都错 所以说我也没办法批评了啊 你成立这个大师小平会员频道也是错了 这个会员频道呢是你得告诉我们观众怎么个加入会员啊 我都不清楚现在 OK 啊非常简单 准备好这个钱开玩笑 很少很少了啊 然后你就顶预到这个大师小平 里面有一个加入啊 写上这个怎么加入会员啊 有一个这样的小视频啊 几十秒 你顶进那个小视频 那个里面就有介绍了 你怎么成为会员 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呢 就可以在上面提一个问题 哎我怎么怎么不知道加入 那么我啊 这个陈小平博士的助理啊 就会帮助啊 他啊 这个提供答案啊 告诉大家怎么加入 好 这个谢谢和平同学啊 和平领导 这个 让我这个建立一个 有点自自地位的节目区啊 再加上我们那个网友的这个吹捧啊 这个订户在增加 但是增加的也比较缓慢 这个事情呢 要有耐心 所以说 就慢慢来吧啊 反正都是为领导工作 我们就慢慢来 哎呀 你在这个大师小平里面啊 就会来更加放肆 就像我一样的 我的这个想点就点啊 平时我做节目采访陶俏先生 采访陈小龙博士 跟陈小平博士谈话 他说的说啊 我都给自己啊 不断的克制自己 不断的克制自己 因为要尊重你们的观点 尽可能来表达 所以呢 我就委屈了自己 所有的委屈 到了晚上 我就自己开始在哭泣 在自己的那个好远子啊 自己的这个想点就点频道里面呢 就开始讲真话了 对吧 你不能说 搞了半天 你跟我们在一块都讲假话 是不是 我讲错了 讲错了 就是说 奉承你给自己啊 就是不是那么的拘谨 你看我碰到陈家先生 我害怕 相当第一才子 对不对 我碰到陈小平博士 开玩笑啊 普林斯坦大学的博士 对不对 碰到这个陈小平 现发专家 陈小平那个时候 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就认识他呀 对吧 牛哄哄的 中国最年轻的 现发学会的理事 哇 李老提这个 也没人去查个这个年龄部 谁到底最年轻 好了 这个你今天安排了一下 什么题目 我今天安排第一个节目 我们是这个拜登那个 中国这个班底亮相 就好像已经准备上台了 有那么着急吗 太着急了 这个一个是拜登上台了 搭了一个十个人的 这个大概一个十个人的 中国班底团队 这个另外这边拜 这个川普先生也不示弱 已经这个说这个 进了白宫第二次当选以后 要把好几个人 给开走啊 主要是就是军 军事情报啊 就是这个情报当局的这些人 要要要 要把他下课啊 所以说两边都在做这个 人事布局啊 这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一个话题 嗯 那么拜登呢 啊我们可以看到 啊他搞了一个 啊外交政策团队啊 实际上你即使 你因为你的外交政策团队 对中国的外交团队 实际上基本就是这个 整个的外交团队的这个核心嘛 啊所以说你大致上可以看见 啊拜登以后 啊通过他的团队 要跟中国做什么样的一个交往 嗯 以及他的外交政策的 一个大概的这种蓝图啊 那么 这个根据这个介绍呢 啊安东尼布林肯啊 啊这个人呢 是奥巴马时期的副国安顾问 啊杰克撒利文啊 是在这个布林肯 这个卸任奥巴马的副国 副国家安全顾问之后呢 接日接替的人 嗯 然后是苏川赖斯啊 奥巴马时期任命他为联合国大使啊 并成为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然后是萨曼萨鲍威尔啊 这个人呢 奥巴马时期啊 当然参与员时期是他的外交政策助手 然后呢 这个奥巴马助选时期呢 是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啊 然后呢 啊2013年的时候呢 他接替这个赖斯 担任联合国大使嗯 然后下面一个是库尔特坎贝尔啊 是奥巴马政府负责中国事务的核心成员 啊当当时在 担任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然后是伊利拉特纳啊 这个担任这个拜登的副国家安全助理 并于2011年到2012年呢 在国务院中国蒙古事务办公室 嗯 然后是托马斯啊 多尼伦啊 这个是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所以说这个你可以看到 拜登先生啊 把奥巴马时期的这些 所有的这个外交和中国的这个基本是啊 政策的这些官员 原封不动的给搬到了他的心呢 准备搬到他的心内阁 嗯 所以这个 这些人的特点呢啊 大概你看根据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介绍啊 几乎都是奥巴马时期对中国接触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啊 所以这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这个奥巴马时代的原版人马 第二呢 是对中国接触政策的这个原版人马啊 那个制定者和执行者 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 拜登先生基本上准备全面的这个啊 复辟奥巴马先生的外交和中国政策 大概是这么一个框架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我觉得你知道完全忽必啊 我觉得也是这个 即算是半年形成当选 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 都具有相当的这个长期性 那么就是在川普总统当 这个执政的这几年 也并没有在根本上颠覆 之前奥巴马的所有的外交的战略政策 虽然在形势来讲好像出了很多新闻 一下子退出这个伊朗的 一下子退出俄罗斯的 一下子退出这个TPP的 但是这是形势多于内容 真正的这个战略还有一个长期的冠性 美国的这个外交和军事战略的长期延续性 是这个这个国家的很重要的信任基础 那么川普总统被批评 也就是因为这方面的幅度比较大 但是即算是很大 我觉得它的内核还没有产生变化 命上产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未来你就就有一些国际组织 你就回去就是嘛 你比如说你退出WHO 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一个决定 退出这个世界这个巴黎气候协定 那就更荒谬了 退出这个伊朗协议 那就是绝对荒谬了 退出这个这个奥巴马的TPP 那就荒谬到了极点了 那这些错误的外交政策在表面上这个这个恢复就可以了 因为实质上因为跟日本他并没有说 我我我退出你一个TPP 川普总统就跟这个这个日本完全打起来了 没有嘛 美日的同胞的关系 美日的这个内在的关系没有说破坏嘛 对不对 那伊朗那个地方本来伊朗也没有能力 跟美国进行什么战斗 绝斗一番 那如果你说回去了 我们再来执行这个协议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 这个 会有一些调整 但是呢 川普总统任期他有一些触发点 他也是维护美国现有的价值 维护美国现有的这个利益 那你不能 办法上来以后 那我就不复复了美国吗 那不太可能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改变 而是有些事情回归到正常的层面 因为必要给巴黎气候协议 那么已经谈判了这么多年 美国和全世界的国家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这种分歧 那么好不宜你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 川普总统退出来 那当然是不负责任的 但是你回去以后就可以了 对吧 而且退出那个气候协议也并不都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这个对反暴方面的政策就完全不在乎了 也不是这样的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一些形式上的调整 对不对我这个我根本老何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一再说川普的革命啊 他在不仅体现在这个国内政策上也体现在国际政策上啊 何先生现在对民主党的这个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全面支持的啊 我没有这么说 你这个没这么说 我觉得那个意思吧 不是那个意思 你再澄清吧 你再澄清吧 外交战略无论是川普还是民主党 任何一个人上台都必须对之前有所继承 川普不存在什么革命 川普只存在一个乱稿 知道吧 啊他完全不同意的嘛 国华这么长时间的一些谈判啊 一些心情谈判 不仅是民主党啊 之前的共和党也在延续了这些跟国际社会的盟友合作啊 美国这次的破坏就是说呢 跟盟友之间的面子上受到了破坏 但实际来讲价值观还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欧洲的这个民主价值观 跟西方的跟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觉得啊川普总统只是面子上做了一些事情 但实际上呢 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没有在本质上被破坏 反过来讲跟另外一方面跟日本也是一样的 这个我跟你差别比较大啊 我从我为什么支持川普最根本的一个意义上就是说 他重写国际关系的这个这个秩序的这个规则 那么这个东西呢既要包括跟欧洲的关系的规则要重写 跟中国的关系也要重写 如果把这两还有一个跟国际组织的关系的规则要重写 如果这三个规则重写的话呢 那么川普就完成了他的国际关系中的领域的变革和他的革命 那么现在他这个三个方面呢全部在进行 而你认为他是在乱搞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 因为他有革命他要打破那个规则 你说他乱搞也没有关系啊 但是啊这套国际规则 如果要再继续玩下去的话 那真的不是美国伟大 是美国的衰败啊 是普京眼里的中国和德国的崛起 为什么普京把中国和德国放在一起啊 你还在这个时候还谈 德国和就是欧洲跟美国的价值的体系 跟中国抱着一团 那就不是跟美国的价值体系一体化的 这是非常容易办判别的一个标准 当价值和你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选择那边 你选择的是跟美国抱价值拥抱 还是跟中国的利益拥抱 德国做出了很清楚的选择啊 这个时候价值你谈价值抽象谈价值意义 还有什么意义吗 这么多年来他们不就这么干的吗 在前任政府和现任的政府 为了中国的利益 惊向的到中国去 放弃 实质上已经把这些价值已经放弃了 架空了这些价值 以至于让中国看透 你跟我搞人权对话 你底气不足 你背后还在那里求我呀 你给我谈什么人权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川普在国际关系中乱搞 国际组织现在是什么样子 什么德行 你就在那乱搞乱搞的不对吗 美国没有能力夺立于国际社会 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不够国际组织的协作体系 这是必然的 第二个是美国没有能力去任意的按照它的价值观去改变国家的这个体制 除非是像伊拉克这样 你进去以后把人家给灭了 把豪萨英给吊死了 你弄了半天 你的情报还是错的 对不对 你在这个阿富汗弄了17年 对吧 弄出什么名堂啊 你最终的结果还是跟塔利班合作 一个古巴在旁边 对吧 什么时候解决过古巴的问题呀 一个月来月来你都解决不了 不要说伊朗这个还没有确定核武器的国家 那你潮起就已经确定有核武器了 你美国能够怎么样 美国要对付这些流氓国家也好 对付这些邪恶国家也好 只有跟同样价值的国家联手在一起 防止情况进一步失控 而不是说简单的就把别的国家改变 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改变的结果 美国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然后呢还受到巨大的伤害 当你为了保护这个东南亚 这个东南亚被这个共产主义所谓的侵蚀 进行了一场越战 操作美国内部的撕裂 操作这么多美国人的死亡 操作这个越南三百万人的死亡 这都是巨大的悲剧 巨大的悲剧 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是没有外交思想的 结果咱们就不用讨论了 你刚才说的这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美国没有能力去改变国际秩序 美国现在 美国现在是往回收 跟你说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美国现在成为国际秩序的领导者 因为美国是有能力成为国际秩序 美国现在就知道 有一些国际组织现在问题很重 他要退出去 他是往回退 先退 他不是要改变你 完蛋了 你比如说Wi走 他退出了以后这个组织本来就被中共所影响和侵蚀了 你美国退出了以后就变成了中国的一个工制 你美国就美国 你别着急呀 你别着急呀 你造什么急呀 他在北约他可以这么做 他在亚洲他要搞一个呀 在运作呀 亚洲谁跟他搞北约了开什么国际玩家 我跟你说日本就不敢 因为日本就在中共啊这个朝鲜的炮火范围之内 所有的导弹都要回过日本 你天知道他那个导弹是什么破导弹 炸到这个日本本岛试试看 搞什么新把小北约啊 我就是忍不住要跟你讲一讲了 他怎么搞小北约 别敢参加 澳大利亚这种政权可能也没几个人 对不对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去慢慢的关 这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动作 何平先生 何平先生你要 你要学会面对新的事务 印度他自己都要独立于这个 这个美国和中国和俄罗斯 他要走这个不接网路线 他要跟俄罗斯的 这个关系都要那么友好 你去看看 中国和印度产生纠纷的时候 他是跑到华盛顿呢 他慢慢不是的 他跑到莫斯科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也希望跟俄罗斯搞定关系 也希望跟中国搞定关系 也希望跟美国搞定关系 现在凡是用硬的方式 去对付别的国家的方式 无论是热战和冷战 通通固实了 现在是一个谈判的时代 现在是一个 用实力 来去展现自己的力量的时代 但是呢 你要是对付中国 和制中国这种反人权 侵犯人权的国家 你必须跟这些民主国家站在一起 你这还有一些力量 即使是站在一起 能够有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护中国的 人的这个自由都很值得 你那美国就单一就更没有力量 孤立主义门路主义这个是完全走不通的道路 因为美国 你把川普的这个外交政策理解为孤立主义对吧 对呀 美国并不是孤立主义啊 美国并不是孤立主义啊 你这是你判断失误啊 美国什么时候在中国博弈的时候搞孤立主义啊 他 他在欧洲 你用你的话说他还在跟他的盟友有价值技术盟友试图去 对付中国呀 这次在联合国他就跟那个就让那个德国当老大了 他这是孤立主义吗 他在联合国的人群委员会 只要那些流氓国家就占了上风 对不对如果美国的这个里面 他还是有一个力量 跟其他国家一起 防止让联合国的人群委员会被别的国家所 所控制 啊 那么现在就说你美特区一个组织 这些很多秩序是美国领导起来的 美国才是国际秩序的真正领导者 你领导怎么能走啊 对不对 这个是我的担忧 他退出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 他并不见得放弃 人权的这些事情 那么在 对呀他没有放弃 没那么有力量 他另辟了一个战场啊 联合国的人权组织 已经让中国和一般流氓国家给架架空了 给绑架了 他还在那里干什么呀 他利用那种机制在那玩啊 你在那还有什么意义啊 89年到现在 那么残酷的环境之下 联合国人权组织对中国有一次谴责 你还在那里陪着他玩 然后美国浪水每天就撒进去那么多钱 机制所造成的问题 你都玩了那么多年了你还不继续教训啊 你还不想着 来一个新的创新啊 为什么川普革命 这就是川普的革命 我救的办法不行了我要玩一个新的 没有理解为什么还在那个泥潭里混了 这个 参加兵不是息怒 不是息怒啊 你这个你这种批评 美国现在 美国没有美国现在的这个你刚才说美国要 还想改变别的国家制度美国现在没有想改变国家制度 美国想改变国家制度是克林顿时期的方法 现在川普时代的革命是要退回来 我把自己的商聊好啊 美国优先啊 没有你暂时 我们我们现在的这个开始又恢复了一点啊 这个争吵的这个架势出来了我们的观众呢 有人是支持陈小平不是 很少的人呢 是支持和平 这个不是问题啊 这个我希望你在这个频道里头啊 不要感到委屈 你像你回到晚上去 你把自己的小窝里头找温暖一样 我不是说了委屈 我没有委屈 我只是告诉大家 这个攻击我也好 或者是攻击陈小平也好 只需要用词 比较礼貌一点 文优雅一点 对吧 像陈小平现在恨不得一帮咖啡倒在我头上 但是呢 他没到那地步 没到那地步 就是说我觉得你原来是对这个我觉得你原来是对川普的个别否定你现在到了对川普的这个全面否定 所以这是不能接受的 伊朗是这样 朝鲜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川普总统值得肯定的地方 但是他的其他的外交政策 其实不是川普乱搞 因为川普根本不懂 是他他放证了那些 查党 那些 这个 这个 这个共和党里面的极端分子 乱搞 那么这批人呢 他们没有本事 成立一个 主导性的力量 本来已经在这个共和党里面边缘化了 那因为川普是个政治素人 也不是政治素人 他根本不懂政治 那么他就莫名其妙 他的这个总统 他没有人才 因为现在的政治是一个政党政治 你比如说 克林丹上面也好 或者小故事上面也好 他们格子有格子的班子 川普总统完全没有的 他没有的话 他的这个这个 具体的行政的运作的时候 你刚才也讲了 川普要换这个情报系统吗 他没人 没有人的时候 这个共和党一批人的就分裂出去 搞什么林孔计划 还有一些人是搞成一个 人命不如川普合作 对不对 有一边人呢 就妥协了 川普你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只要给我一个官职 对不对 所以有些议员就趁此机会捞一把 当了什么格等这个部会首长 那么这批人从本质来讲 是一批不负责任的极端分子 就跟这个这个另外一派民主党的极端分子一样的 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操纵了 这个外交体系 才能使这个外交变得如此的不堪 因为秦楚华表现嘛 秦楚华表现嘛 所以现在美国是政党政治出了问题 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政党里面 格子的政治派系 他找不到 发展的地方 他不能变成一个 更极端的 这个民主党 或者是更温和的 这个民主党 共和党也是这个问题 他就造成大家一个 走在一起 结果造成互生伤害 共和党 假如这次输了 即使是他跟内部 没有保证好他的传统价值观有关系 查党这是什么 查党 查党就是极端分子嘛 但是因为川普总统没人 所以就 就就是 滥用了川普总统的一些想法 川普哪里 他也没有时间 他他一个总统 他本来就不太懂 对不对 加上他没有时间 但是我不管怎么样 我是对川普总统能够坚守 没有发动这个战争 我是 我是高度肯定的 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改变 那基于特区所有的国际组织 我跟我的朋友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全部都是错的 川普总统应该是 保持美国在这个体系里面的领导地位 然后去想办法去改变这个规则 因为另外去进一套系统 弹劾盈利啊 你就想想那个TPP 谈了多少年 对不对 都没有成功 你现在建立一个自由的联盟 很早就考虑了 就是说 民主的国家应该站在一起 建立一个自由联盟 抛弃那些 这个 联合国的 这个这个 这么一个组织体系 联合国我们的谁都知道是个烂组织 但是你不在这个烂组织里面 很多游戏都玩不下去 你至少可以进到流氓嘛 对不对 没你9月份的时候 你要退出了这个组织以后 你哪里进来组织 川普总统自己能不能 连任性的都不能确定了 对不对 所以我才说嘛 川普干了这么多年 他只有四年 但是他对这个规则的这个 他 他第一不能做的他只是能打破这个规则 在某个意义上他是退出来 他在某个意义上 他的这个全部的重建他没有完成他没有 他如果给他四年的话 他可能就重建了这套规则 我觉得在某个意义上他是非常有成效的 又说对德国的这个压力的问题 军费的问题德国就在川普的压力之下被迫增加了这个军费啊 这是有成果的 而且现在 同学而且现在蓬佩奥在欧洲 谁敢得在美国 而且在欧洲 蓬佩奥这个 领导美国去封杀这个华为的5G 现在收获很大呀 这是在欧洲 一个是科技一个在军事 在那个中东 大家都看到这个 在中东的新的进展 在亚洲啊刚才这个何先生对这个小本人有不同看法当然可以有不同看法 这是一个处刑啊刚开始 然后印度澳大利亚和这个 日本在这个里头的角色他面临新的定位 但是在美国老大的推动之下 我觉得前景非常可观 接下来美国的国防部长和印度国防部长有新的动作大家走着看 川普在某个意义上啊 他是 不承认原有的国际规则是非常清楚的 他但他退出之后他并不是孤立主义 他要按照他的规则来建议新的东西 他也你看那时候他的跟中国他贸易的贸易谈判 他也不是这个贸易保护主义 他要搞三个零 那叫什么贸易保护主义啊 他不是建议新规则 但是他在贸易的本质上来讲他是错误的吗 贸易不平衡是贸易的正常状况 最终贸易平衡是川普因为川普是个不懂国际贸易关系的人他就是搞品牌搞表演 对吧啊搞搞一点房地产都不怎么成功啊 那么这个这个他没有这个知识但是呢 正好这个我很尊重的那个叫 莱特希斯 莱特希斯我尊重他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宁静的跟您一样的学法力啊 这个这个宁静的这么一个谈判大师但是呢 我觉得莱特希斯的观点是错的 现在美国的强大 恰恰是在贸易的这个不平衡过程中间 美国占了大便宜 因为美国有科技发明美国有巨大的消费市场 同时的也帮助国际的贫困国家来脱贫 因为那些贫困国家的低劳动成本 恰恰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发展的最好的一个基础 你如果不是苹果手机不是在中国生产 你说那个苹果手机能那么便宜吗 所以贸易不平衡不是问题 关键是不能让中国偷接美国的技术 关键是不能让美国来中国来逼迫在中国投资的公司 要按照中国的那个那个让出股权 让出这个知识产权 这才是危险的 我觉得贸易战争呢 就是从大的方向错了 但是从具体的有些想法是正确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莱特希泽还是一个正常人 而且是个专业人士 我对他表示敬意 你觉得川普先生的这个三个零是错的吗 什么东西 哪三个零啊 零关税零币零零补贴这是错的吗 当然是对的 对呀 如果你觉得他这是对的话这是他的这个贸易贸易战的本质啊 你觉得为什么你要披露他的那个 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 我完全同意啊 但是川普的意思是说我先给你要点钱我们最后面来谈这个零关税 挺逼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川普比我们还理想 比理想 何先生啊 你觉得 我觉得除了关税以外 川普还有什么手段让北京低头啊 关税的手段是个错误的手段 那么现在 我就知道你一直是对这个关税是否定的 但是有什么办法让北 让北京低头来跟美国谈 北京什么低头 达到三个零的目标呢 北京为什么给你低头啊 这个拜登先生这次跟川普总统辩论的时候 你让马德罗低头了吗 你让这个这个伊朗低头了吗 谁给你低头啊 在贸易问题上北京就是低头了 你看看那贸易协议都是北京要做什么呀 现在都过了 四分之三的时间 现在你 你这个大多粮食都没有 买那么多 同学啊 你去看看那个何先生 你看贸易协议是美国人应该做的多 还是中国应该做的多 你看看那文字里怎么写的 没有人执行的 谁给你执行的 中国这种国家 他哪里有这个执行承诺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品质啊 开玩笑 你现在是大多 啊不 贸易协议就是你说的啊 何先生你刚才说你不能强迫一个国家去改变 但你可以通过谈判 贸易协议是你说的 美国通过谈判 让中国改变的一个方式 那么你觉得这个贸易谈判你也不行 你究竟要美国做什么 美国当年的这个这个这个 阿宝马的这个TPP政策就很好 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联盟 对不对 我打得多高门槛 那么使我整体的自由的这个区域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 强大到你中国很牛吧 你人口多 但是我们加在一起人口也很多 对不对 原来我们是有这个 这个民主价值观有法治 你那边是没有法治的 那那你 搞了半天你还是喜欢奥巴马啊 你喜欢奥巴马的时期 奥巴马的时期 不就是 奥巴马的那个 何先生啊 奥巴马的那个TPP 不就是一个新版的WTO吗 加T高版吗 加高版 加深版 那不就是一个WTO吗 WTO中共遵守了多少承诺 不不不不 你错了 你还是相信中共在TPP里头会遵守承诺 WTO当时是为了 为了这个让中国家喻 因为没有中国家喻 就像联合国没有中国家喻一样的 这使人吹这么一个话 所以中国的家喻WTO很多人评价说是美国 怎么帮助中国一把 什么美国帮助中国一把 没有中国WTO是不完整的 但是 在出现的TPP里面 没有中国没有问题 你也知道我意思吗 因为他建立的是一个自由经济联盟 就像美国和欧洲 我们建立一个人群的门槛 我们建立一个国际人群联盟 没有中国的喻 只会你达到人群的标准 这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要求你达到标准 就在欧盟嘛 你说我到欧洲很多国家去 有些国家是叫欧盟的观察员 有些国家是叫准欧盟成员什么 什么一大带阵的级别 那就说你必须达到我欧盟的基本条件 TPP它就是这么一个方式 它跟WTO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WTO建立的也是一个自由贸易联盟啊 何先生啊你把他那个理解错了我觉得啊 TPP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只是说它的范围没那么大 中共必须 现在是这样的 我们的编导 我们的编导 要把那些恶意与你进行攻击的人 把他的这个账号给封杀了 这个事情成为我们编导的首要任务 对吧 你比如说讲 何老板很虚伪 这是没有意义的一个词 你应该说 和平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 还有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只要进行人身攻击的 无论是对于陈小平 还是对于我 还是对我们的任何嘉宾 甚至对我们的这个领导人 办论先生也好 对川普先生也好 只要进行侮辱性的攻击 我们要统统 平大 因为 我们这个公众的讨论反进 我们是他来讨论观点的 我们是讨论不同的看法 而不是跟你们的进行 生理上的发泄的 所以请我们的编导很认真做这个事情 统统 这个 这个 拉黑 继续继续继续 你继续 就说 我对这个川普的外交政策的肯定 不论是这个 贸易政策 还是这个军事 或者国际政治的这个政策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鉴于北京以往的言而不信啊 那么 在国际组织跟北京去啊 那样的一种博弈 是旧时代的模式 现在的新的游戏必须改变这个模式 把北京拉出来跟美国单独去 对练 只有在这样一对一的这个模式之中 才能可能 有最大的压力的让北京 信守他的承诺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拿到可以拿北京 怎么样啊 只有在一个面对面的这种博弈之中 来让北京啊这个达到他的这种 最大化的信守 这个承诺的这样一种 一种前景 这是第一个啊 那么 这方面川普做的是对的 我不跟你在国际组织开链 我给你拉出来 在在在某个领域里单链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 美国跟国际组织的这个关系呢 他不会 完全是一种 脱续状态 他会在 一个新的基础之上去重新 建立国际组织的规则 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长远的一个计划 用你的话说 一朝一夕不容易的 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啊 要是说他退出了联合国理事 人权理事会之后 美国肯定会搞一个 民主国家的 类似的这样一个机构 不信我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一定会搞的啊 这样的话呢慢慢的把联合国的那个人权理事会给他架空 让中国跟委内瑞拉跟这个 跟巴基斯坦跟那个 跟这些跟这些国家去玩去 啊这个前景是很显然的 第2个 第3个 第3个 如果川普先生有4年的时间的话呢 我想呢他跟 欧洲的关系慢慢会理顺 他跟民主国家的这种啊 原来的一些这个变流的关系慢慢的会改善 不也以为这个美国的什么川普的那些外交人 是被什么查党嫁入的 那都是阴谋论啊 那叫什么查党嫁入啊 现在 蓬佩奥先生在欧洲的这个 啊我刚才提到华为 一个一个的去说服这些国家跟美国合作 封锁华为 这个前景很好啊 他是有具体成果的呀 对不对啊 啊我们也看到一个一个的在加入 那么啊 这个我倒还有一点点同意你 假如川普总统 联任之后啊 我觉得川普总统有可能会回归一些理性啊 他个人的脾气啊 他不讲了吗 如果我联任了 可以考虑一下 改一下脾气 那么跟这个欧洲的关系呢 确实要重新回到合作的这么一个一个模式上来 现在这个欧洲啊 本来欧洲就对美国就是 我不知道是嫉妒还是真的是看不起 本来不是说今天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欧洲就对美国有看法 但是川普上台以后 是欧洲感觉到美国就疯了 你知道吧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会会有所改变啊 就是我我还是比较偏向于相信 川普总统会更回归理性啊 或者是更加回归政治本身 而不是呢像第一个任期啊 这么乱来啊 但是呢就是 川普总统因为整体来讲他是一个 没有施政理念的一个人 也没有施政的这个基础一个人 他看出了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 确实是他指出的很 否则的话老百姓怎么会支持他呀 对不对 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法是错的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 对不对 他就是一个 这个这个电视的 真人秀的这个主持人 是个表演艺术家 你说这个表演艺术家他表演这个 这个 扮演一个领袖人物 那你确实非常像 很厉害 因为尤其是戏剧化的这种表演方式 但是你真的到现实中间来了 就是非常艰难的这个 这个 妥协啊 谈判啊 这个这个 技巧啊 人机国议系啊 政治思想啊 你是川普总统 对不对 他一个 奥布莱恩啊 啊 这个不是一个对这个国际政治有真正了解的这么一个先生 当然他人也还不错 对吧 博明先生 那跟我们一样的啊 一个记者出身 对不对 啊 对国际政治其实了解的都是非常少的 那蓬佩奥就更不应说了 基本上是没有国际的这个这个 啊 基本上的政治理论 啊 那么所以呢 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直观性的行为去解决问题 所以这种造成现在美国的这种 位置很荒谬 你去想一想 德国那些地方 搞了一个民调 居然认为习近平比这个川普好 你不是太荒谬了吗 澳大利亚搞一个民调 居然是习近平的民望 比比比比比这个这个 啊 这个川普好 那你在我们在海外 你不管是支持川普和反川普 你觉得太荒谬了吗 对不对 美国是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维护世界体系是靠美国在维护 对不对 那么这个这个 是一个 就是说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是领导者 但是在过去四年的这种 外交政策的错乱 这个如果川普总统有第2个任期 我觉得他可能像你讲到这样 会回归一下理性 但是我整理来讲还是怀疑的 整理来讲还是怀疑的 但是我还在讲一下 我对川普总统没有发生战争 我还是很高兴 还是很高兴 这个 我我是这么看 原来在川普之前 美国的政治家 对美国外交面临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他们不清楚 第2个 即使他们发现了问题 他们也束手无策 他们掉了这个 罩子里头 他们掉了这个罩子地的 他们出不来 正是因为 这两个问题 川普上来 首先就把中国 俄国这些国家定位 占那个竞争关系 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定位 第2个 他 先把乱麻掌断在说 退群 跟这个亲兄弟名算账 这都是他的解决办法 我认为这些办法是正确的 这是我们的差异 我们不用再去解释了 你认为 这个 这个 川普没有什么外交的上面的一种智慧啊也没有办法 我认为 他的这个大智慧就在于 他把所有的国际关系的问题 他已经 看了问题在什么地方 第2 别的人不敢做的 他敢做 正是因为你认为 那些外行人不能做的事情 让一个外行做 很多外交的大事不是内行人做的 是外行人做的 因为内行人他正是受制于很多利益嘛 他今天这样想明天这样想 搞了半天什么都做不成 有一个人跑过来 他也不管你3加21他就做了 对不对 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当年我们这个我们一直记得那个故事当年那个里根说要推到柏林墙的时候把国务院被人吓坏了 不能写啊不能写啊 就像老侯说的 今天啊川普先生跟欧洲搞好关系你不能这么干啊 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分析这些问题怎么说了 伟人之所以是伟人 就是因为他有机会乱来 但他乱了以后 为了证明他对了 对吧 你比如说里根这个东西 后来就证明里根是一个伟大的总统 是不是啊 但是你也不能说啊 国务院当时的担心是错的 因为国务院是一帮官僚 所以我们不是官僚 我不是官僚 但是在我的角度来讲 我更多的是担心受怕 因为我担心的是美国这个国际的领袖地位受到伤害 我担心的是美国如果是这样推下去的话 这个国际组织会更被流氓控制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分歧 但是我的看法不重要 因为有陈 有这个这么多人惹陈小平博士 我就已经高兴死了 然后就 我没有关系的 跟这个我没有关系 我现在又是要跟你大事小平做广告 那么支持陈小平 一定要拿去实际行动出来 你这天天喊 和平不行 赶紧离开明镜 你离开明镜 陈小平要吃饭啊 就这样要我离开明镜 滚蛋 你不要做节目了 我也是想这样做啊 但是问题的有钱 钱是最好的收满的 这个武器同时也是最好的能够支持的一个基础 所以你要认为陈小平亲身好 我告诉你 只要陈小平 那个腰包的 这个腰本印了 是什么印了 就是钱包足了 对不对 当会面多了 对吧 然后这个 这个打赏的人多了 他自然就会更加嚣张 人都是这样的嘛 财大既既既嘛 现在陈小平为什么不能财大既既既啊 就是因为他还不能完全独立 所以支持陈小平独立 是赶紧订阅 大使小平的会员区 成为陈小平的会员 这就是真的 谢谢这个 和老板给我做广告 对 以后呢 如果陈小平真正独立成功了 我也不会跟你往言往事了 我每个星期给你浪费半天精神 对不对 人家搞的半天都是支持你的反对我的你说你说我约不约吗 对不对 我不能人也做垫背吗 所以说这个支持我啊我做更多的节目 然后呢支持川普总统 连续连续连续竞选当选总统然后把他的这个外交政策上未完成的革命 把它完成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 对 对 你不要搞错了我整天去喊这个大家给川普投票啊 我听他着急啊听你们着急啊 知道吗 你们革命不成功啊这个我很着急啊 德国人喜欢这个习近平胜于习个川普那不是川普总统是德国人的问题 搞清楚了啊 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话题你还有什么要谈呀你我们搞了半天真正就忘了谈 我们已经差不多我们第一个话题开场开完了 第一个话题啊听说川普总统要把这个 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给拉掉 啊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国防部长 这个 FBI 啊再加上司法部长 四大员啊都在他的要开除的名单之列啊 川普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啊 这个开除那个成绩最多的一个总统我不知道是不是的因为你比我了解美国历史啊 是不是 这你别谦虚 你看的书比我多啊 我也就是啊 躲在大学那几年看某一类的书看的相对多一点别的书我都不至于多啊 但是现在是陈小平的光芒在四射的时候 因为你的专业正好是跟现在美国面临的很多问题是 我就想象那个机器你把票投进去你怎么能改呢对不对改不了了嘛对不对啊 没想到 昨天 人家说这个邮寄投票 啊 还能改 这个问题就麻烦了就超出我的想象力了对不对啊 所以啊 以后我再说话我千万能注意 真的是 你不能从常识去判断 要我记得我去投个票 我把那票一投到那机器都去你说我怎么改法吧啊 门都没有 我想如果 选举如果这个规则是一致的话是公民的话 那么你投了这个票你就不应该就不就不应该能改了 居然有七个州啊 说这次可以改 是这个早就是这个邮寄投票和这个 这个啊早期投票如果你在10月3号以前呢你还可以去 退货等于是 这个东西我第一次就是我是学了新的东西啊 所以谢谢这个网友的对我给我的指证 所以我要检讨一下给自己检讨一下自己知识不足 你看在开始半年以前我就问 我问陈耀宾博士啊 我说 这个陈博士请教一下 川普总统下台以后 有没有可能被法律拘救陈耀宾博士说 现在不可能 而且眼睛一鼓把我瞎话了 陈子以后我问他不敢问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啊这个被被陈耀宾那个声音给瞎话的小孩 但是慢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两个星期以前三个星期以前 啊我跟陈耀宾在周末的时候就请教了好几次 他开始也是这样 后来陈耀宾博士查了一些资料 对吧 我们进行了一些讨论 我们不是说川普总统一定会在下台之后被法律追 追溯 但是我们发现总统并不是说完全被法律 彻底保护的也不是这样 对不对 不不不是这样对我们这个有个讨论就是说在联邦法律程度上你没办法 但周法律层面 啊 有可能就是让他去面临法律上的麻烦 但是经过我进一步的研究啊 我觉得 基本没有任何可能性 那都是一些法律上的法律专业的解释 对啊 后来我又做了这个我对周的法律又进行了研究啊就 周的法律可能对川普进行的指控啊面临那些问题 啊基本上后来说这个全部过了输出输出期限一点息都没有 那不是我的观点是很多税务法的官家专家的意见 当然你看是不是只是税的问题了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了现在 因为你税务引发的问题你比如说川普总统不交税 对不对啊 打一个比喻 对不对 不是不是不是不要税 而是说他在这个所谓封考税有一个女的叫叫什么风暴女吧 对吧啊原来川普总统去去拉了这个公司的钱去进行封考 对吧 那么这个封考啊 所以把这个方式带不带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呢引发一种另外一种危机 这种危机就是说他是被欺诈了 对吧 所有的这个税务的问题都是在纽约州的法律范围内如果跟 纽约州的法律范围有问题的话 啊 那么这些就是输出期限都已经过了 啊如果唯一的办法能够向川普找回来的东西就是民事诉讼啊民事诉讼没有期限你可以找川普赔钱 这就是川普川普面临的未来的可能的最大可能法律麻烦 好我们你你刚才说那个联邦调查局局长啊国防部长 啊这个司法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 那这几个人 我知道是 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和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啊不是 CIA的局长和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两个都是很专业的人士 他为什么把他们干掉什么理由啊 这个 这第一个呢是这个 我给你我看他这里的介绍啊 这个 第一个呢那是一个 这个 我看他怎么解释的啊 然后这个 瑞呢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这个瑞呢啊为什么要解雇他就是因为这个 启动这个拜登儿子这个硬盘那个调那个调查这个事情可能有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对2016年啊这个 通过门的问题上呢 在保护川普问题上他做的不够 这可能跟这两个有关系 那么因为民主党可能就是在这方面滥用的权力去调查川普的这个通过门那么川普认为他 在这个方面啊这个 制约 他们滥用这个调查的这个权力不够这是对这个 啊 克里斯多夫雷的这个意见 那么对这个国防部长的意见是什么呢 嗯 哎你心里没有了 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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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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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内容 嗯 就是这个 跟这个总组抗议 运动有关系 就是这个拉法业广场那次啊那个事件 这个 埃斯伯尔跟川普保持 刻意保持距离 哦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米利和埃斯伯啊两个人当时不赞任川普总统这样做但是因为川普总统临时起义 所以大家当时候那个画面帮我吓一跳你知道吗米利将军埃斯伯都在场 那么后来 米利将军一晚上没睡觉 全都军装 啊全都军装 然后向他的这个导师啊求救 我做的对还是不对 所以这两位啊美国的一个文质一个是啊这个军职 那么他们表现出一种对美国宪法的真诚 那么超越了对当时总统给他们的压力 那么这个后来川普总统真的是非常生气 但是他没办法 啊因为虽然军队是毫无疑问要服赠 啊三军统杀 但是呢 啊如果这个三军统杀 违背了这个宪法的精神 那么他们还是站在宪法这一笔 这也就是我们不用 孤独的担心啊 不用孤独的担心 这个美国的这一次 如果选举出问题 会出现什么内战 没有那么严重 美国的很多的问题 还是在法治 和和平的框架里面解决问题 即算是上街 那也是多半是一种和平的表达 因为真的是 站在宪法这一笔 而宪法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基石 我觉得川普换这些情报人员啊 那可能还不止了 不止这些人 他可能国务卿啦 什么其他部都会换 只要他临任以后 他大换吧也是应该的 对不对 应该给人家大一个一个新的这个 一个气氛 但是川普总统 上水 换 换水上来也没用啊 因为他这个人的脾气性 该决定了 他只能当一个表演艺术家 虽然美国通过民意 这个投票 使川普总统成为了美国的总统 所以他有巨大的这个权力 巨大的这个权威 但是通过四年下来 川普总统还是停留在 表演艺术家的阶段 所以我一直跟他讲 川普忘记了自己已经是总统了 而且是前面的总统 他还是停留在那种 比较戏剧性的这种表演阶段 这是一种职业对他的 城镇行为的一种伤害 不像里根 里根他 他的表演的成就 那根本就不是川普总统 对不对 他当川普总统的那个当上的电视剧 是非常受欢迎的 里根的那个电影 有人都说他是 二流三流以言 但是 里根 后来成为总统的时候 是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对吧 但是里根不是一个政治素人 他当过州长 他有很长时间的这种 政治的历练 川普总统完全没有 川普总统是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间 得遭遇的一个 临时性的泡沫 一个过渡性的这么一个产物 包括拜登先生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他 大家知道不仅是年龄的问题 他的很多的思想观念 完全没办法跟一个已经产生巨变的时代 能够合配 这也是美国的背 这是美国两党政治 国会体制 最高法院体制 美国的是整体的体制出了问题 这个体制在过去几百年中间 成就了美国的伟大 但是也制约了美国在今天很多的事情 面临的危机 美国是一个 我通过现在这种了解 这个这段时间 补课 不像陈嘉宾 博士是一个真正的专家 我完全是一个媒体人的角度 那我从这个事情 当我了解的越多越多以后 我在这个国家只有敬重 只有更多的敬仰 但是我同时在敬仰的同时 我对他有更多的真确的了解 那如果你从真正的了解来讲 美国这个系统是出了问题 他整个不是什么 这个系统性的歧视的问题 那其实是一个表象 是整个政治机器 在这个国父 建立之后 运作了这么长时间 他经过了不断不断的修正 但是修正呢 整是由于某一些 这个现实的原因 在后面使他呢 没有能够进行下去 那我希望呢 无论是川普总统连任 还是这个 这个民主党上台 美国都难以比拟 未来会走向一个需要进行 体制变改的时代 体制变改的时代 所以我觉得换几个什么人呢 这个都是小这一帖 这个川普总统 这个 再好连副总统换掉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河先生又来了一通啊这个 美国体制有问题的一个 一个一个讨论啊美国体制没有问题 美国的体制如果从原体制来说的话呢根本不可能有变化 要调整的就是一些 法律的如果有的话最大一个例 限度就是某些法律规则的调整 那个 最顶层的那种体制上的东西 啊我不我不可能看到有变化 那是非常甘心的 这是我跟河先生的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有差异啊 第二个 就是说 川普平方的换这个内阁成员的这个问题呢 我我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啊 跟河先生也许又也有分析 觉得川普是一个表演艺术家 我觉得他不是表演艺术家 他 他作为一个民选总统 他上来以后呢 啊 由于 他的这个 有一些想法 无法得到推进 他又是这个国家的这个 行政首脑的负责人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啊那么或者你 能够 这个 站队站到川普的这个线上来 或者是你就离开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答案没有第三个 你不能够 又不认同川普啊 你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 他需要有一个人在那挖一个坑 给我干活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见 很多人因为他不适应川普总统 而走人了啊 在某个意义上有些人是专家 例如说 刚才 和平先生说这个川普先生总统 缺乏专业团队的成员 博尔顿算搞国际关系算专业的吧 啊 这个人的虽然也是像我这样学法律出身的人啊 但是多少还算个国际政治的一个专家 但是因为 对啊 他算吧 但是因为他不能跟川普协调 啊 不是川普要 去迎合他 是他无法迎合川普 因此他走人了 他居高临下 把川普当成他的被笔 另外就是他那套 那你要川普总统讲了吗 按照博尔顿来打了全世界打仗了 博尔顿是不行的 你不能说 认为博尔顿现在今天反川普 啊 然后把博尔顿的观点给合法化 我认为 在博尔顿和川普之间 那我宁愿省在川普也不会省在博尔顿 博尔顿就乱来了 所以 你这个老何喜欢又乱来的 说川普乱来 博尔顿乱来 不是博尔顿认为他的国际政治理念要 以强硬的鹰派中的鹰派的 方式来推进啊 在某个意义上 川普在国际政治上 他 真的不是 博尔顿希望的那种鹰派 刚才老何也说了 他不喜欢打仗对不对啊 他说我是关税人 如果在国际舞台上我要硬的话他硬就是关税 这是他的核武 那么你对这个也有批评 打仗也不能打 然后你要回到奥巴马时代去那我说了奥巴马时代不管用 奥巴马时代是用多边机制压迫北京来谈 没有用的 联合国WTO WHO都是多边体制 那东西对中国一点都没有用 所以我说川普先生回到一对一的这个 P2P的方式 是对的 这是我为什么肯定川普啊 他根本上改变了游戏规则和游戏方式 这是我要肯定他的 那么这个方式能不能成功 我们还可以走得瞧 这是第2个 第3个呢就是说 我在原来节目我就谈过 川普总统当选这个总统之后呢 他是民选的 很多人不服气呀 这个 我不知道你老何服不服气 反正 只要是民选的结果出来 你服不服气他也是总统 这个和平这句话 这是我们经常唯一 认同的一个话啊 这个不管怎么样他是民选总统 我刚才说 给大事小评 打赏 你觉得是不正确的吗 那是私人问题 那是你为我个人捧场 就是我们在大事问题上讨论就是说 川普作为民选总统 他选上之后大家就应该 就应该怎么办 这个态度我很欣赏 但是 在华盛顿 在民主党内部 在这个共和党内部 在金英层 像纽约时报这些人 根本就没打算接受川普作为总统 说实在话 这是为什么 这个冲突在这 不是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形势是由于川普 是民选总统 这是大前提 他不是一个靠政变 上来的总统 因此 不是川普要适应你们这些人 是这些人要适应川普的问题 要正确的理解他的这个 了不起的思想在这 这是我对川普的评价 一个总统天天骂媒体是假媒体假新闻 你说那些媒体的人受到这么大的侮辱 不是批评政府吗 本来 批评总统吗本来这些媒体 就是一帮吸血鬼 吸什么血啊 就是吸总统的血 对不对 因为哪一家总统 大家都知道最喜欢看总统的丑闻 你说陈嘉宾的丑闻和平的丑闻水里呀 对不对 这都不过是我们几个网友乱喊一下而已 你真正来讲媒体就是他的 你看看那些媒体主持人 有谁对川普总统尊重啊 没有人尊重啊 因为媒体就是牛红红的 他认为什么第四权呢 什么东西对这东西我是也有看法 我对媒体的本身的这个 烂音媒体的权力 我确实也有我的一些思考 但是呢这个事情在根本来讲川普总统就是错的 你怎么能作为一个总统 随意的这样贴力讲别人是假媒体假新闻的 OK 人家给你夹给你看看 纽约时报给你登的这些报告 你能不能跟我纠正一下 哪个东西是假的 你别笼统来 知道吧 750块钱是不是真的 对不对 他就是变成了一个 这样一个媒体与总统之间的战争 川普总统假如这一次失败 对吧假如啊我们真的说假如 因为结果不中 没出来我们知道 那不是办法有多厉害 也不是民主党有多厉害 是媒体有多厉害 啊媒体应该现在在 媒体多厉害 川普这是如果 我们会谈川普会不会赢 如果川普这次赢了啊媒体怎么办 他们照样太阳照常从日 东边申请那一次2016年的时候 如果是半灯赢了的话媒体就惨了 我跟你说 好了好了我们讲下一个话题吧这个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